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孟雨菲 首先 我们来看看日本的通胀问题 最近章鱼的价格竟然超越了和牛 这让很多章鱼烧摊贩都苦不堪言 根据Local Guide的调查 食品价格上涨 尤其是鸡蛋和乳制品 让消费者感到压力三大 这背后的原因包括生产成本上升 全球粮食需求增加 能源成本上升和劳动力短缺等因素 这让我们不禁担心 未来的食品价格还会不会继续飙升呢 接下来我们转向国际新闻 中国总理李强近日访问澳洲 这是自2017年以来首位高级别北京领导人访澳 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有所改善 李强还宣布澳洲唯一的一对熊猫 汪汪和福尼将在15年后返回中国 除此之外 李强还计划参观南澳的一家酒庄 这象征着中国今年早些时候取消了对澳洲葡萄酒的关税 不过这次访问是否能真正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还有待观察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南海局势 菲律宾已经向联合国提交了对南海附近岛屿的扩展大陆架主张 这片海域不仅是重要的贸易路线 还被认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中国几乎声称拥有整个水域的主权 这使得南海成为多国争端的热点区域 菲律宾的这一举动无疑将再次引发地区紧张局势 我们将持续关注事态的进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Nikkei Asia报道 日本的通货膨胀使得章鱼的价格超过了和牛 在东京的Inagea杂货店 一位64岁的妇女正在购买打折的鸡蛋 她表示如果不买打折商品 家里的经济会很紧张 根据Local Guide的调查 超过60%的消费者认为 鸡蛋和乳制品的价格过高 EB95家主要食品公司中 有614种经常购买的产品 在6月涨价 1月至10月的总数达到8269种 通货膨胀的原因包括 全球粮食需求增加 能源成本上升和劳动力短缺 弱势的日元也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力 大阪的Etsuya 章鱼烧连锁店的负责人Masaru Endo表示 章鱼的价格现在比和牛还高 Etsuya使用的是从西非毛利塔尼亚捕获的章鱼 但由于章鱼在欧洲和中国越来越近 受欢迎日本的贸易公司被竞争对手超过 东京丰州鱼市场的冷冬章鱼批发价格 在2023年达到每公斤1668日元 这比10年前翻了一番 也超过了A2级和牛的价格 Etsuya的章鱼购买成本上涨了10% 该连锁店在2023年7月提高了价格 但Endo表示可能还需要再次涨价 日本的章鱼烧摊饭正努力保持每份500日元的价格 美国进口的牛肉价格达到自1991年日本开放市场以来的最高点 吉野家连锁牛通店的公司表示 牛肉供应在短期内不会增加 价格可能会保持高位 日本时报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开始了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澳大利亚 这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改善 李强在南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市开始了他的行程 并在当地的动物园参观了澳大利亚唯一的一对熊猫 王王和福尼 李强宣布这对深受喜爱的熊猫将在15年后回到中国 但承诺会用一对新的熊猫来取代他们 下午 李强预计将访问南澳大利亚的一家酒庄 这是他行程中的象征性一战 因为中国今年早些时候取消了对当地葡萄酒的惩罚性关税 日本时报报道 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对其最近争议地区附近海域的扩展大陆价的主张 中国几乎声称整个南海 这里每年有数万亿美元的船舶贸易通过 并且被认为拥有巨大的未开发石油和天然气储量 这片海域对于增长中的人口来说也是重要的鱼类来源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生物制药公司科兴生物 对于美国军方在新冠疫情期间秘密进行的反疫苗计划做出了反击 称这是错误的攻击将带来巨大的灾难 据路透社调查2020年夏季 约300个推特账户被创建 专门抨击中国的口罩、检测包和科兴疫苗 这些账户常使用标签China 以为中国是病毒 科兴发言人袁尤伟表示 无名化疫苗接种会导致接种率下降 疾病爆发和蔓延 社会恐慌和不安全感 并且会引发对科学和公共卫生的信任危机 他强调 科兴的企业目标是提供能够消灭病毒的疫苗 贡献于人类健康 路透社报道称 这项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启动的计划 在拜登政府期间持续了几个月 并且于2021年春季被白宫下令禁止 2021年5月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接种了另一款中国疫苗 国药新冠疫苗 并表示感觉良好 曾与北京的合作体现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对路透社的调查 未立即回应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最大的住房租赁平台之一 自如 正瞄准海外市场 为越来越多选择出国留学的中国年轻人 提供学生宿舍 自如首先在香港和英国推出了其新平台 Zabit在香港约有1万个单位 在英国则有超过10万个单位 这些单位大多位于大学附近 自如计划在美国 加拿大 日本和澳大利亚推出了约19万个单位 自如资产管理平台总经理孟月表示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 希望孩子有海外学习或生活经历 市场需求巨大 自如的数字化经验 将帮助其解决中国租户 在海外租房时的痛点 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 最初是链家网的内部项目 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住房租赁平台之一 管理着超过100万套公寓 服务了约500万租户 自如计划在香港和海外撤离线下门店 并增加自由单位 目标是成为海外中国租户的首选 微报报道 克莱夫·麦里 在准备主持BBC大选之夜节目时 详细讲述了 他在广播事业中所经历的种族歧视 麦里在BBC Radio 四的方岛唱片节目中 列举了一些侮辱和威胁 包括收到粪便和大猩猩照片 2017年 他受到一名男子的死亡威胁 该男子描述了他将用来杀死麦里的子弹类型 后来该男子被逮捕和起诉 麦里回忆到 他当时感到震惊 并认为这只是一个人在炫耀 麦里将于7月4日晚 与劳拉·库恩伯格共同主持BBC的大选电视直播 麦里表示他希望传达在前线的兴奋感 并承认有很大的压力 他强调 不想被视为一名黑人记者 而是希望成为一名恰好是黑人的记者 麦里还谈到了风骚丑闻的影响 他的两个哥哥在1960年代 从亚买加来到英国 由于缺乏必要的文件 无法证明他们合法居住在英国 麦里表示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对新闻的情感反应也变得更加强烈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造福Anthony Loke 在香港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表示 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投资充满信心 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 多个高调基础设施项目 预计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 陆造福带领代表团 纪念马中建交50周年 他强调 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合作 已经涵盖多个领域 特别是交通领域 中国预计在本月晚些时候 访问马来西亚 并熄且已经在该国基础设施上 投资数十亿美元 东海岸铁路项目是其中一个重点 由陆造福主导 预计2027年完工 耗资500亿马币 约10.6亿元 将提供货运和客运服务 然而 马来西亚与中国的投资关系 并非一帆风顺 2018年 因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的 贪腐案件导致的政治不稳定 许多一带一路项目被取消或搁置 森林城市Forest City 在柔佛州南部的巨型项目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个耗资1000亿美元的开发项目 至今仍然大部分未被居住 成为马来西亚政府的持续尴尬 陆招夫强调 在安华伊布拉新总理的领导下 马来西亚已经恢复了政治稳定 并且吸引了包括微软和特斯拉在内的 国际投资者的重新关注 他认为 马来西亚政府需要继续制定对投资者友好的政策 提供稳定和确定性 来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 Financial Times 在罗马度过完美的一天 可以是一次充满历史 文化和美食的冒险 大厨克里斯蒂娜·鲍曼 理想的一天 从特拉斯提福列区的 Lelevee面包店开始 这家由法国训练的Juseppe Solfrizi经营的手工面包店 以其新鲜出炉的糕点 和香浓的卡布奇诺组成 接下来 他悠闲地步行到福利帝国广场 欣赏古罗马遗址的壮丽景象 途中 他会在Super Roma停下来 享用一份罗马街头小吃 并观察形形色色的路人 感受特拉斯提福列区的活力 随后 他会前往La Norte Cinella di Yacozzili 品尝那里著名的白披萨配烤猪味 肉 这道菜的酥脆和美味 让人难以抗拒 若需要片刻宁静 他会登上詹尼克洛山 俯瞰罗马全景 或者漫步在波尔盖塞别墅的绿树和湖泊之中 下午 他会参观位于Flaminio区的 Maxi当代艺术与建筑博物馆 这里总是能激发他的想象力 晚上 包曼会回到特拉斯提福列区 在Big Star酒吧享用一杯冰啤酒 然后在La Cienbella餐厅享用晚餐 这家小而精致的餐厅以传统意大利菜肴闻名 夜晚他会前往Drinkong酒吧 这里被评为世界五十最佳酒吧之一 品尝知名调酒师Patrick Pistolesi的创意鸡尾酒 享受罗马之夜的华丽氛围 最后他会在特雷维喷泉许愿 结束这一天的冒险 再次感受这座城市的魔力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dow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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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